电机作为新能源三大件之一 对于电动汽车的性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目前市面上的新能源电机主要分为三大类 一种是无刷直流电动机 一种是交流异部电动机 还有一种是永磁同步电动机 首先我们简单了解一下电机的基本原理 它是根据电磁感应定律实现电能转换或传递的一种电磁装置 电机内部主要由定子和转子两个部分构成 当电流通过线圈进行传导时 会利用电声磁的原理形成相应的磁场 再根据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 驱使转子进行旋转从而产生动力 在电动汽车发展的早期 直流电动机成为了很多电动车制造厂的首选方案 这种电机虽然结构简单成本不高 但是电刷和机械幻象器的存在 极大制约了电机的过载能力和转速 而且工作时甚至会产生电火花 如果长时间高负荷运行 电机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也无法保障 所以直流电机早就被新能源汽车无情淘汰 第二种交流异步电机 是如今工业中的主流电机之一 也叫感应电机 拥有结构简单耐用可靠维修方便等优点 它的工作原理是给定子和转子通电 产生一个旋转磁场并让二者形成相对运动 转子为了能够切割磁感线产生电流 所以转速需要一直比定子旋转磁场的转速慢 由于二者一直处于异步运行的状态 所以被称为异步电机 由于定子和转子之间没有任何机械连接 所以不仅结构简单 质量更轻 运行也更加可靠 并且比直流电机的功率更高 由于特斯拉把这种电机用在了汽车上 Model S500加速3.2秒 Model X500加速3.9秒 让很多人觉得这种电机很高大上 其实这玩意儿在生活中非常常见 比如家里用的洗衣机 电风扇 很多工厂用的设备 都是采用交流异步电机 第三种永磁同步电动机 这里的永磁主要是指利用永磁体作为转子 具有高功率密度和高效率的牵引特性 可以让电机获得更高的额定功率 由于含有稀土这种稀有材料 导致电机价格较高 由于全球70%的稀土资源都在中国 所以我们国产电动汽车品牌 大多采用永磁同步电机 基本的工作原理都差不多 唯一不同的是 因为转子采用永磁体 减少了粒磁所带来的损耗 定子上安装有绕组 通过交流电来产生转举 所以冷却相对容易 电机的功率和效率也很不错 最最关键的是 永磁同步电机相比交流异步电机 能够节能20% 这就意味着 在相同车身体积和相同电池容量下 永磁同步电机的纯电续航里程 会有显著增加 以上就是关于三种电机的大致介绍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支持一下